不死传玄迷在刀匠村修缮自己的日轮刀 这个晚上他到刀匠的工作坊 确认日轮刀修缮的进度 他想起大哥 只要他成为真正的柱 才能见到身为封柱的哥哥石迷 玄迷在心里下定决心要成为柱 收到通知有上险鬼攻击村子 玄迷使用双管散弹枪 将半天狗焚身激怒和可乐爆头 半天狗在焚烈空喜和挨绝 玄迷受了重伤 仍继续对抗半天狗焚身挨绝 玄迷受了重伤 仍继续对抗上险鬼的黑身 当埃爵用十字枪给玄迷致命一击时 玄迷迅速从后方攻击 当玄迷将日轮刀砍向埃爵的脖子时 怒鬼又发动雷电的吸杖攻击 这道雷玄迷躲不开 玄迷就被这道雷重重的劈下 玄迷用仅存的力气扣下板击 射断怒鬼的手臂 这让怒鬼很愤怒 刚刚埃爵不是已经重创他了吗 玄迷在重伤时不断念经文又复活 玄迷念的是佛说阿弥陀金元文 除了经文本身也代表着驱鬼 降魔的象征 玄迷的师父研著悲鸣语 也是长达着佛助念经 是研著传授不会呼吸法的玄迷 控制特殊能力的防法之一 改正大阿拉官秀称知意識長老者 何だ 一体何なのだ お前は 知りたいか 俺の名前は死なずがわけんや しっかり覚えろよ てめえを殺す 男の名前だ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如果你爱我们的影片 就用你的爱心让我们知道吧 不要忘了订阅我们 并点亮小铃铛 这样你不仅能为我们提供支持 还能成为第一个接收到新影片通知的人 我们将与你分享更多精彩的内容 我们下个影片见 我们下个影片 我们下个影片